接下来呢我们看我们这张的第四考点 成功关键因素分析 那么这个考点呢应该说它相对的小一点 我们整个划分当中这考点也有大有小 对吧这个相对小一点 那么从考试来说呢这么多年来 好像只是在13年考过一次这种科幻题目 所以我们对这话啊也是以科幻题目应对为主 那么这里首先我们把这个成功关键因素 把它明确下来 什么叫成功关键因素 这个指的是什么肯定是企业成功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里强调什么 这是我们公司在特定的市场上 获得盈利必须用的技能和资产 那就是说你干哪一行 做这行你要想成功 你必须有什么样的这种技能的问题 或用什么样的这种资源条件 那么应该说这种成功关键因素啊 这是企业取得产业成功的一个前级条件 所以我们得分析一下 说我们做这行业 我们做那行业 对吧 我们不管要考虑这种争动问题 那我能不能成功啊 他有些必要条件 我具备也不具备 这是我们要做成功关键因素分析的 有特别说我就是不擅长学习 那就甭来考虑快 对吧 因为这个啊 考虑快那必须什么 爱学习 喜欢学习 擅长学习 基本就这么几个 你说我既不爱学习 也不喜欢学习 也不擅学习 你到这行业里是不是就不对啊 肯定是不对的 那你直接去做其他的 对吧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每个人每个企业都要考虑的问题 那么首先关键的成功因素 常见的一些东西 对吧 常见的就各个也可能都会涉及到 但每个行业凑点不一样 那么是要这么一些内容 技术 对吧 制造的分销的营销的技能和其他的一些东西 那么这里呢 我们重点讲啊 不是都讲了啊 并不都讲 那么我们首先 咱们得先讲技术的问题 为什么先讲技术这个问题 那么在这里咱们要明确啊 就是实际上啊 不说咱们靠这种资产强力 那就行的 我们前面说了 说你这个企业光资产资源再不够 你看你的技能的问题 这才是你的成功因素 对吧 而且现在我们将说 哎我们要什么升级 产业要升级 这正在咱们这个报纸上啊 当然很多人不看报纸了 对吧 那么可能是在这种呢 网络上 对吧 这种媒体上 经常听到产业升级 产业怎么升级 靠技术 所以呢 我们要讲第一个就是技术 所以在这一块 我们要重点来说 对吧 那么和技术相关重回因素 都有这么一些 比如说我的科研能力 啊 那么教材说了 在制药啊 药品啊 科研探索高级产业特别重要 科研能力的问题 那么在这里啊 咱们就不能简单来说了 哎呀 我们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咱们想一想 咱们说关于这个科研这个问题 或者技术的问题 研发的问题 你能不能想到 我们快语当中专门有一张讲 无音资产 对吧 无音资产当中很重要的内容是讲研发的 讲 哎呀 那还不容易吗 对吧 研究阶段之初 废话 开发阶段之初 满足条件的字幕化 不满足条件还是废话 我都背你下来了 我知道你背下来了 你告诉我什么叫研究阶段 什么叫开发阶段 你告诉我什么叫满足字幕化条件 什么叫不满足字幕化条件 有时候那哪知道啊 好了 你这块学透了吗 没学透 那这重要不重要 重要啊 有时候哪重要了 首先快语核算是个问题吧 其次 你想一想 咱们税法当中 对这个研发 是不是也有规定啊 对吧 哪些可以列到研发之后 可以失业扣除啊 甚至给税油优惠啊 很重要对吧 而战略当中 强项什么 你一个企业成功 在这行业当中 在产业当中 那么 技术研发 这是重要的吧 此外你企业的资源 我会不会要讲到 企业的能力资源里面 那还考虑什么 无形资源的问题啊 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所以一下子 咱们就把这些东西穿插起来了 而这个问题实际上 对我们来说 事物当中更重要 所以在这里啊 我就一边讲 一边给你点播一下 咱们这几科之间 可能产生的联系 你看你有没有学透 啊 这一个 那么再有呢 说这种再产品上 公益过程 有创造性的一些 改进的技术能力了 对吧 革新能力了 还有一些专有技术啊 等等 对吧 包括 用这种互联网 对吧 发布一些这种信息成绩订单啊 提供服务啊 这类的 这些都是跟技术有关的 成功关系因素 啊 和技术有关的 然后 技术完了 生产制造 最下一个 与智能有关的 关键成功因素 那么与智能有关的 一般叫什么 技术是我的技术领先 获得高的溢价 高溢价啊 就是说 这东西啊 成本没多少 我卖的贵 因为技术 那最典型说 苹果公司 他那个产品 对吧 很多人说 哎呀 苹果那个手机 他纯粹是骗人大 都中国人宠阳媚外 为什么呢 他的成本才一千块钱 一个手机一千块钱 一卖卖五六千 凭什么 人家是技术 对吧 人家玩的是什么 高新技术 你不能总是玩 这个制造的问题 是这意思吧 但平红公司 不光是玩高新技术 他这个成本知道 也很关键 成本知道 强调什么 低成本 高涨效率 那么获得这种规模经济 你看他下定的一下 千万级的 对吧 说我一倍货 倍那几千万的 这个产品 这就是规模经济啊 对吧 这种经验取现 学习取现 这种效应 那么再有呢 一般只有什么 这种固定的这种 那资产就很高的利用率 高利用率的问题 那么对一些资本密集型啊 高贵资产成本的产业当中 特别重要 此外 涉及到什么 这种 低成本的这种 市场定位了 那么再有呢 什么 娴熟的这种劳动力了 劳动市场效率很高了 成本低的这种产品设计 和这种呢 产品工程了 这主要为了降低成本 再来呢 能够灵活上一系列的模型 和这种规格的产品 来照顾顾客定赞 那么基本上什么呢 主要啊 咱们说所有的 这来讲的主要都跟 降低上成本有关 降低上成本 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实际上啊 大家想想 由于 用公司 他这两方面做的都非常好 所以他那个东西啊 可以卖很高的仪价 所以他那很少跌价 对吧 有人不是说产品跌不跌 他很少从快角来说 提低下准备的问题 你想啊 你要制造成本 不过就一千多块钱 对吧 但是呢 他卖价卖多少 卖三四千五六千 哪怕跌到两千多块钱 他依然有利可图 所以他上哪有低下准备的问题 很少对吧 那么就说明 他对这两方面做的特别好 因此 你想一想 他的快报表当中 那个跌压准备 从头跌压准备就很少 你想一想 他的快报表当中 那个跌压准备 从头跌压准备就很少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这点咱们要注意啊 就要注意了 就咱们学到知识怎么用 包括说 战略和快知识怎么联系 和神经知识怎么联系 你看 我都跟你连在一起 当然你说这个东西啊 我生产也罢 我制造也罢 我的技术也罢 你卖出去 所以下一个和分销有关的成功问一诉 那么要求强大的这种批发分销商 特约的经销商网络 以及呢 说什么 比如说在这零售商的货下中 获得充足空间 那么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原来搞这个的 他搞这个搞什么呢 很有意思 我一个人不太明白啊 我说你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他后来解释了一番 解释一番呢 最后讲什么 他主要是跟留商打交道 这留商你卖我这个东西 当然他指 他因为是食品类的 是超市的吧 那么就是你这个东西放哪的问题 放多少的问题 说超市上 你大家可以到超市里去看一看 说有东西放 几个货架都有他这个东西 你会觉得 哎 这东西可能不错 没见过 拖几货架都是他这东西 可能不错 不然为什么人家主推这个东西 以及这货架位置上 一般我们都放在什么 比如第二层 第三层 第四层 这几个 对吧 说太低的那些都属于什么 超市都属于 一些滞销的 或给我们感觉是滞销的东西 我的朋友 他就跟留商打这个交道 来每次在谈 我们产品放在哪个位置 让人一眼就能看到 而且有购买欲望的问题 所以你看这个企业这个成功 这个也很关键 你跟人家关系怎么样 能不能有足够的空间 那么再有的是什么 有公司说 我干脆有自己的分销取消 自己往点 可不可以 可以 别人是 你去仰望什么 这些分销商 我自己来 此外 分销成本很低 低成本的销售 那么再有呢 送货很快 送货很快 那这个特别在什么 电商这块 特别明显 电子商务很重要一个 不是比谁价格便宜 大家可能现在有人购物 还是习惯的 说看谁便宜的问题 但你会发现 便宜是一回事 产品质量好 又是一回事 那么最关键还有一点 电商最重要是什么 送货要很快 说你买一个东西 半个月没送到你手里 火冒三丈 我们希望我下单明天就能送到 今天就能送到才好 有时候我买东西就是这样的 上午下单 因为它下午能送到 我就喜欢在这买 那么这个企业 它就比较成功的 这种企业就是比较成功的 对吧 为什么 分销渠道这块做的好 分销这个问题 送货的问题 那当然还有什么 营销的问题 那比如说有这种快速准确的 这种技术支持 那么马上知道客户的需求 非常礼拜的客户的这种服务 那么再有呢 比如说这种雇货订单的这种准确满足 产品线可供选择的产品很宽 不是单一产品 我有很多产品供选择的 这时候也很容易卖出去 对吧 说你要这种特点的 哎 我有 你要那种特点 我也有 这个时候它也比较容易往一推销 就满足你客户的不同的需求 而不是说统一的需求 那么再有呢 比如说我这种推销技巧的问题了 对吧 我包装款式很有吸引力了 包括呢 这种呢 一些这种保修啊 保险了 对吧 再有广告 对吧 比如说叫你walk这个东西 有没有听说这个东西啊 叫你walk 那广告就做的特别漂亮 对吧 一看就一群成功人士 很闲散在那 对吧 然后喝着酒 成功者 这就很精明的一个广告的问题 所以大家就非常喜欢这东西 其实呢 那个 实际上那个酒真的不怎么样 他不是说什么知名的东西 但是在中国包装的很好 啊 这广告包装好 所以人民愿意买它 啊 这么一个情况 啊 那你看 营销也很关键 那么这是呢 我们说这几项 这一项 那么咱们要注意啊 对于呢 还有什么这个技能相关成功要素 还有其他的因素 对吧 这个呢 大家自行参与一下教材 自己看看教材 我没法一个一个都再给你讲了 没必要了 我觉得刚才那几个很重要 啊 那在这里呢 咱们就把重要的说出来 此外呢 咱们要注意 这几项成功因素啊 它不仅仅是我们在产业成功的问题 你要下方的具体的职能的体现 所以和职能战略相联系 那不仅是我这个竞争 你在这占有你的职能这块 你得能达到 营销职能 对吧 分销的这一块 制造的问题 研发的问题 和这种职能战略这块 有一定的联系 当然你说我这和企业的内部资源能力 这块也有联系 这也没错 对吧 和价值量有联系 这也没错 所以这要注意啊 然后下一个 关于这个产业对重关因素影响 那刚才我说了 刚才我们论的 就常见这个重关因素 这常见 但每个产业侧的点不一样 也就是说随着产业的不同 那么我们重关因素也是不一样的 甚至是相同产业当中 也因为这种的驱动因素啊 或者这种环境变化 这个重关因素也会随时变化的 那么在这里 咱们注意 尽管说不同 但是对于某个特定产业而言 某特定的时候 很少会超过有三个四个重关因素 很少 也就那么一两个重关因素 足以让你成功 所以有时候说我这有三个四个的 哪怕这个三个四个 那也是有一到两个战略重要地位 其实在我的观点当中 一个企业成功 主要是那么一两个 所以这个张牌要注意 此外呢张牌要注意 有的时候会出现什么 哪怕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 他们对这个产业重关因素的 侧容点是不一样的 但也都成功 也都成功 同样在做这个行业 都对于产业 但是呢这俩呀都成功 但他侧容点不一样 这是呢关于这个重关因素这块 产业的这个影响这块 因为他也没说具体一样是什么 咱们就大致聊一下 而这种成为因素呢 它实际上是什么 是一种产业和市场层次一种特征的问题 那么这就是关于成功关因素 这一块内容 那么我们看一下考题情况 这么多年就考过一次 这种客观题目 那么这13年一个多选题 他说这样的 对于电梯制造企业而言 它的产业成功关因素 包括A 拥有核心能力 B 售后服务 C 只有比其他竞争队友做的更好能力 D 那年一出题稍微有点冷门对吧 但这种冷门题目 年年都会有 谁也不能保证什么 书上每一个点都能复习的 老师也不能说 哎我 书无巨细的 书上书上第一个字开始讲 讲到最后一个句号 这是不对的 像这种题目呢 就说咱们呢 也就是应对一下客观题 像这样考了的话 怎么办 你想一想 电梯制造企业 有人说是核心能力 比辖心能力最好 这是我们说的成功关因素吗 好像不是 哪个 销售可以是一个 服务是一个 对吧 这都可以是 所以答案 B 和D 技术制造营销 对吧 技能等等 那典型的B和D 对吧 AC是不是 AC不是 注意啊 AC不是成功关因素的内容 所以答案是B和D 所以像这种题目 你们也不用太担心 就是你知道成功关因素都有什么 考的这里面 有的是成功关因素 有的不是 就跟产业没什么关系 那正是呢 我们这个考点 关于成功关因素的问题 比较简单 我们按科研题来应对一下 就可以了 对吧 这是比较简单的内容 再来点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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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